比賽才剛開始 第一棒陳辰威就敲出一支二壘安打 也帶動整條中華隊打線 緊接著上場的旅外 好手林子偉也很珍惜 事實安打支援 帶有一分打點 直接把壘上隊友送回家 中華隊14號下午交手魏全龍 舉辦首場練習賽 兩邊都派出最佳陣容來應戰 中華隊推出胡志偉擔任先發 魏全龍則是年輕投手曹宥齊 第一局就接連被敲出安打 但魏全龍也不是省油的燈 下半場李凱威靠著隊友助攻野幫魏全追平比數 光是第一局攻守亮端各自有所發揮 中華隊先發投手胡志偉表現優異 成功壓制大師兄林志勝 讓他只能敲出內野必死球 最後中華隊以12比2大勝魏全龍 前半段有比較多的保送 那保送中又加上串連 所以有一個大量得分的機會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旅美好手張玉成 最快16號就會上場 從代打出發找手感 旅日的吳念廷王伯榮也將陸續報到 預計在19號全員到期 我們所有的人員到期之後才會去做 正正的球隊的隊形的安排 今年賽倒數不到一個月 球員從熱身著感覺大比分擊敗 魏全龍指示第一步 接下來要調整狀況到最高峰迎接各國挑戰 近新聞王蕙如章姐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